记者詹氏洪玲玲报道,抖六市棒球场附近今天15日,傍晚发生火烧车,造成复死女伤,救护车经过发现时,车子已燃起熊熊大火,黑烟窜天,副驾驶座的女儿亦是不轻,就快被火焰烧到,但前座车门一旦开,救护人员冲上去将她拉出赶紧送医。 消防局抖六九十一,救护车于十六点十八分,自医院救护完毕反对途中,在路口听红灯时,发现前黑烟冲天,开启警报器赶往现场查看,赫然发现近视火烧车,立刻无线电回报,一百一十九家派消防车队员下车查看,发现副驾驶座门一旦开,女性乘客却意识不轻,无法自行逃脱。 救护人员赶紧将她拉离送医,患者到院时生命争相稳定,无明显外伤。 救护人员说,当时驾驶座已经陷入全面燃烧,无法救出驾驶。 而驾车座的座位成平躺姿势,死者就躺在驾驶座上,推测可能在休息,而非驾驶状态。 而被送医的女乘客在医院时一度清醒,并说在驾驶座的男子是她的父亲。 警方初步调查,烧毁的车辆是七十一年次无尽女子所有,其父是嘉义人,经其前妻及另一名女儿确认,死者是无男,就医者是大女儿。 而消防局后续共出动两辆水箱车,火势于十分钟内扑灭,车上驾驶已明显死亡。 期货原因被查,现场交由警方处理。